2024 國立比起舞動 第22屆全國原住民族青少年及兒童 大專校院暨高中執組母語歌謠競賽 正式開始 高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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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各位語會的貴賓 各位辛苦的評審老師 各位參賽的隊伍 還有在線上參觀直播的好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哎呦 這個掌聲怎麼那麼小聲 大家早安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布農族的妞可 因為我現在沒有辦法看到大家的臉 但是我想齊聚在這裡 我們今天絕對是最帥最漂亮的 再次給自己熱烈的掌聲 嗚呼 好的 我們活力一起舞動跟舞劇巨競賽呢 是從92年就已經開始了 到現在呢 邁入了22個年頭 這個呢 創辦的歷史比妞可的年紀還大 你們相信嗎 當然要相信 因為麥克風在我的手上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這真的是非常不簡單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們知道 在前幾年 因為疫情非常嚴峻的關係 我們還是很努力的 把它堅持了下來 為的是什麼 這不是一個競賽而已 我們知道 它代表的是我們 一個社團也好 一個校園 它跟部落的連結 它代表的是我們學生 我們孩子 想要尋根的 那一個契機 想要回家的 那一個願望 而且呢 不只是大專 不只是高中職 它呢 也從小扎根 到了國中 到了國小 所以我們不可以放棄 因此呢 辦了一年兩年到現在 22屆喔 我們真的要再次給我們的主辦單位 掌聲鼓勵 用力的好不好 非常非常的不簡單 好 那我想呢 在今天喔 我們來自全台喔 九個團隊 來到了當中 也是非常非常的厲害喔 而在今天呢 好 我們獲得冠軍的隊伍 也有一個非常重大的任務 好 是什麼呢 好 我們將會在6月28號 禮拜五的晚上7點鐘 好 會在新莊文化藝術中心的演藝廳 好 進行這個成果的公宴 那到底今天呢 會誰來代表 此時此刻 還沒有人知道 所以呢 我們都要預備好 用我們最謹慎的心 我們今天所代表的 不只是一個校園 我們代表的是 我們今天將要競賽的 這一個族群喔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 所以我們今天的參賽隊伍 我們也給自己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 我們今天都是揹覆著非常重要的使命喔 大家呢都要加油 那一個如此美好的活動 可以堅持22年 在這個當中呢 有非常多 為我們堅持推動文化傳承的重要貴賓 因此呢 在進入到競賽之前 我們要來一一為大家來介紹 今天清零現場的現場重要貴賓 首先讓我們來掌聲歡迎 中華民博原住民知識經濟發展協會 理事長陳嘉瑋陳理事長 哇 理事長今天非常的有活力齁 好再來呢 歡迎我們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副局長 陳正雄陳副局長 好接著呢 讓我們來歡迎 財團法人 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副執行長 尤天明副執行長 好接著持續來歡迎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發展委員會 塞德克組委員 亞游子米諾盧委員 委員 委員好 好今天呢 大家都不孤單 我們有很多重要貴賓清零現場 那接著呢 要來歡迎 好我們今天非常辛苦的專業評審委員 好首先呢 是我們 丹奈夫鄭若老師 老師好 好接著呢 來歡迎我們的是 吳婷弘老師 老師好 接著呢 歡迎我們的 蔡曉筠老師 老師好 接著呢 讓我們來歡迎永遠的舞蹈精靈 我們的 麗珍妮卡爾老師 哇 老師今天戴的帽子 聽說已經選了300多頂 好 太漂亮了 接著歡迎我們 永遠的女神 阿妹林教育老師 好老師剛剛有塞給我紙條說 一定要這樣介紹 好 接著呢 我們來繼續歡迎非常專業辛苦的 族裔評審委員 首先歡迎我們排灣族老師 周娟如老師 老師好 今天辛苦了 接著歡迎我們阿美族老師 王富宇老師 老師好 接著歡迎我們 Vono的老師 高清慈老師 老師好 接著歡迎 周足 杜友才老師 老師好 接著歡迎 賽德克族 謝麗清老師 老師好 接著歡迎 泰雅族 林淳貴老師 老師好 好 再次謝謝我們辛苦的評審老師 那這個時刻呢 我們來補充 補充介紹喔 我們中華民國原住民知識經濟發展協會 創會理事長 非常不簡單 我們廖國董廖創會理事長 也來到現場了 辛苦辛苦了 好那在這個時刻呢 我們也要來邀請到主辦單位呢 也來跟我們聊聊天說說話 我們先來想一下 你可以愛一個人多少年 你可以堅持做一個活動多少年 我們剛剛有提到了 在這個疫情艱困的時候呢 我們還是堅持要辦理一起舞動 這樣大的一個決心 這樣大的一個毅力 到底是如何來的呢 這個文化傳承的力量 是如此如此的重要 我們在這個時刻呢 來歡迎我們的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原住民知識經濟發展協會 理事長陳佳美 陳理事長上台 來為我們支持掌聲 歡迎陳理事長上台 哇我們陳理事長的這個裙擺搖搖 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們最美麗的主持人 我們今天的貴賓 我們創會會長 我們廖國棟廖委員 還有我們桃園市的原民局的副局長 我們陳正雄 還有我們 唯一全省桃園市的原住民基金會 我們的尤天明副執行長 還有 看不到 還有我們的貴賓 還有我們在座的所有的專業的評審委員 還有我們的主役老師 所有的學校的校長老師 學生們大家早上好 好 這個如果要當演員真的是不容易 因為那個燈直接照射 都看不到台下的任何一個人 我們協會辦理了22屆 當然非常的感謝我們當初的創會會長 針對文化的傳承的一個初衷 所以我們用掌聲謝謝我們的創會會長 廖國棟廖委員好不好 謝謝我們的廖委員當初的看見 讓我們能夠持續在22年還可以 讓我們在學校的學生都能夠 延續來看見我們自己的優良的文化 當然今天的場地也非常感謝我們的 桃園市的原民局 當初這個場是在花蓮辦的 應該是4月30號在花蓮 那因為花蓮有一個動盪不安的地震 所以呢就也還好我們圓民局有這樣的一個協助 讓我們很快的時間就找到這個場地 也看見我們這邊的設備非常的齊全 感謝 那當然這22年來 我們所有的老師的支持 讓我們能夠沿繫到現在22年 也希望我們在學校的學生 除了學校老師在教主語的時候 還有在教歌舞的時候 也能夠有一個平台來展演 讓他們多認識我們自己的文化 這個才是協會成立活力 活力一起舞動的初衷 那當然就是這次是第二場 那未來還有兩場的比賽 再來一個公園 也希望大家所有的學生 敬自己的所有開心的 所有歡樂的 喜歡自己的文化的同時 揮灑在這舞台上 要用快樂的心 當然公園是非常的重要 當然就是說一定要盡自己的心力 來把這一次的演出 這個比賽一定要完成 那當然是最後也謝謝我們 在座的貴賓老師 謝謝你們的支持 最後也祝福大家平安順利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理事長的支持 接著我們這個時候 要邀請到非常具有 這個遠瞻性眼光的 我們的創會理事長 廖國動 廖創會理事長 上台來為我們祝福 及勉勵 掌聲歡迎 我們的掌聲要再大聲 要再熱烈一點 這樣我們待會上台的時候 就不會緊張了 我們的陳佳梅理事長 還有代表市政府 約明局的陳副局長 還有我的助理 以前在辦公室擔任助理的 你的排文主名字叫什麼 他叫Gabi 他叫Gabi 還有各位嘉賓各位好朋友 特別是各個學校的校長 老師 同學們 還有來觀賞的各位好朋友 大家早上好 好 我來了多次這個場域 發掘今天的音響非常棒 非常棒 就是為了讓同學在舞台上 能夠盡情地來表達出你們 平時的訓練 希望在舞台上 能夠展現出原住民的歌跟舞 不是在那個體育場 也不是在那個廣場 而已 而是我們可以 一樣的 到這個有國際 這樣一個場域的一個舞台 來做一個展演 當然我們今天是比賽 比賽 當初我創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那是 就是22年前的事 我剛剛當立法委員的 第二年 我們就辦了這個活動 看到的初衷就是 我們的母語的流失 還有文化的越來越薄弱 當時我就非常的擔心 如果不予以搶救 不曉得十年 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之後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處境 我們的母語是不是就這樣子 就流失了 我們的文化是不是這樣就滅沒了 我決定要辦 如何將原住民的歌跟舞 和文化的內涵 透過舞台的展現 透過一個競賽的激勵 讓我們的 剛剛所提的這個文化跟母語呢 得以持續 能夠生存在台灣 生存在這個世界 那麼 今年的初賽 已經辦過幾場 我剛好都沒時間去 今天桃園這場 我非來不可 因為再下去 要進行正式的總決賽 我相信 每一個學校都做了最好的一個準備 我就把話打到這裡 因為我們要看的是各位的展演 各位的那種自信 各位的那種 準備的一個成果 我希望每一個學校都能夠拿最好的成績出來 不要管他誰第一名 誰第二名 重要的是 我們能夠在這個舞台上 展現出什麼東西 展現出什麼樣的一個內容 什麼樣的一個辛苦的一個成果 那個才是我們要做的 最後我要祝這個大會 能夠豐豐富富的一個成果 能夠展現 讓我們的教育部 讓我們的園民會 甚至各個部會 都分別支援了這個活動 讓他們覺得他們的投資 甚至他們的挹注 是有意義的 而且是有成就的 再次祝大會 圓滿順利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廖創會理事長 那這個時刻呢 我們再邀請到的是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陳振雄副局長 上台來為我們勉勵祝福 掌聲歡迎 好 謝謝 那我們知識經濟我們理事長 我們陳家梅的理事長 我們川會理事長 我們廖委員 還有我們基金會的 張比我們副執行長 還有各位評審老師 還有各位各學校的校長代隊老師 以及各位學生參賽的選手 大家好 好 那首先感謝大家 看中我們桃園這個遊民館 那其實 圈局道 桃園的原住民已經超過八萬四千人 那也可以看到 我們在圈局道的讀會區 那也看到我們語言的流失 看到我們的文化傳承的一個危機 那其實桃園在整個這個區塊的一個努力 那也提出了很多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對十六族群的文化展演的一個機會的提出 我們每年都會辦十六族群的歲死祭儀 那在語言的推動 在小朋友語言的學習 我們也推出了課後主語辦 那我們也認知到 我們要圈局道都會區語言的重要 語言的支持 我想在大家的支持的努力之下 我想在都會區超過五十趴的一個主人的人口 那語言的推動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也僅代表我們張山正市長 那我們阿美局長現在在市議會總諮詢當中 那其實阿美局長也是之前的我們理事長對不對 也對這個競賽努力過 那其實跟大家報告 那在九十三年的時候 我帶過我的小孩到我們國父建立館 參加第二屆的全國舞動的一個競賽 我想已經二十二年 那小孩子也大了 那也期盼 我們小朋友能夠認真的思考自己的語言 自己的文化 那能夠來協助來推動 那其實今天有參賽的學校 那有我的學弟 原妹 我是國立中心大選 那其實大家不用擔心 我不是評審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有個好成績 那再一次預祝大會能夠成功 那祝大會大家有個好的成績 可以再次代表市長跟局長來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陳副局長的勉勵及祝福 那麼我們也再次謝謝以上貴賓的祝福及勉勵 我想我們剛剛透過每位貴賓的祝福 也給我們許多參賽隊伍的學生 以及學校還有老師們更多的信心 因為我們在做的這些事情 不只是文化的傳承 在這個當中也讓我們看見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值得 而且是很有價值的 那我們要開始進入到 我們今年度大專校院即高中職組的歌謠競賽 首先呢第一隊演出的隊伍是國立東華大學 演出足語賽德克族 演出曲目唱著祖先的歌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舞團於2005年成立 在今年112年 對不起112年世界原住民族旅遊高峰會 曾經到澳洲博斯受邀演出 並且在2019年 博留共和國25週年 國慶展演團隊之一 2019年南島語言附贈國際論壇 即南島民族論壇指委會展演團隊 這個時候讓我們一起來欣賞國立東華大學 帶來的唱著祖先的歌 歌詞 歌詞 咖啡呐 咖啡呈摸摸摸 咖啡呐 咖啡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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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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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湯 李宗盛 台湯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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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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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